在2018年的时候,东方卫视制作了一档相声敬眼类的综艺节目《相声有新人》。 这档节目邀请了德宇社班主郭德纲和张国立,担任评委,郭德纲在当时正如日中天,是相声界的代表人物,同时还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相声新人参加节目。 可见这档节目的用心程度,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传统艺术,另一方面是发掘新的相声人才。 不过,在这档节目中,却发生了一件意外。郭德纲碰到了一位不服气的人,甚至放话挑战德云社的相声新人。 这个人就是公式相声李洪业,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,刚一上台,就直接挑衅郭德纲。 还拿出自己写的三本书送给他,甚至嘲讽郭德纲看不懂。 三本书都是我们夫妻两个人这么久得写的书,这本是09年出版的,叫做《校园相声学》,这本叫做《相声的有限源》,是12年出版的。 两个人上台的气场是惊淡了在场观众,本以为会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节目。 结果,两个人表演结束之后,台下是虚声一片。 不出意外的是,两个人遭到淘汰,郭德纲也是对两人表演进行评价。 结果,话还没说完,就被李鸿叶打断了。 你认为你的公式相声好,对啊,存在就是合理的,我并不打击你,我也认同你,我只是告诉你,在这个舞台上,你那个行不通啊。 所以说很遗憾。 今天您不让我们过,是吗? 咱们走着瞧,今天是您不让我们过,明天坐在那个位置上的,也许就是我们。 两个人在节目中的争吵,也让这个所谓的相声公式创始人火了一把,敢和郭德纲吵的人还真的没有几个,本以为只是节目中的小插曲,大家看过也就该忘了,没想到的是,这相声公式却得到了取协主席江坤的认可。 相声公式李鸿叶因为在节目中和郭德纲互怼彻底火了一把,也有很多节目趁热邀请两个人参加,在某一档节目中, 江坤是该节目的评委,他看过李鸿叶的节目之后,狠狠地夸赞两人一番,表示,相声界就是需要一些高学历演员。 再后来,还邀请他参加了不少央视的节目,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公式相声的表演并不出色,那为何能够获得江坤的认可呢? 江坤一直和郭德纲不对付,也总是在想办法找郭德纲的麻烦。 这李鸿叶公开嘲讽郭德纲,这不是郑重江坤下怀,就趁势捧一捧李鸿叶,让他继续与郭德纲作对。 同时,江坤夸赞李鸿叶血历高,也就是暗示德云社,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遍布各行各业,甚至很多成员都是从小学习相声,没怎么上过学。 江坤也经常点出德云社相声很俗,不过即使是在举鞋主席江坤捧他,但是他的公式相声实在是太差,没过多久,这两个人就没了热度。 很多人都快忘记了这两个人,不过就在前不久,公式相声创始人在某平台上开启视频账号,先是连发十几个视频怒怼郭德纲,随后就开启直播,宣传自己的公式相声和自己写的书。 不得不说,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,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字,这两个人早就没了热度,如今又靠着骂郭德纲重新积累一波热度。 不过不出意外的是,这两个人直播间的观众,大部分都是来骂他的。 还有人质问李红叶,作为交大博士,为啥不去干自己的专业,非要蹭郭德纲的热度,看到直播间观众一直在骂他,李红叶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。 和观众互骂了起来,没过几分钟直播间就被疯了,看到三年后的李红叶不难发现他一点也没有听进去郭德纲的话,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找他的相声一段。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,一点基本功都不会,只是靠着自己琢磨的公式来说相声,甚至还有段子包含了大量的英文内容,更是让人听不懂。 很多传统相声作品,有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,就是能够亚俗共赏。 而李红叶因为自己学历高,把一些普通观众听不懂的内容,加进相声作品中。 其实严肃地来说,他的表演根本不能称之为相声。 偏离大众的相声,还怎么称得上相声呢? 郭德纲作为如今相声行业领头羊,当然是希望更多人学习相声。 不过,这公式相声却偏离了传统。 在参加节目时,郭德纲就提醒过李红叶,相声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,不能用固定模式来说相声。 面对不同观众,说相声的方法是要改变的。 不过,李红叶丝毫没有听进去郭德纲的话,如今是靠着蹭德云社的热度。 德云社这些年来,对于相声的发展做出不少努力。 在相声行业不景气的时候,将德云社创办得风风火火, 以让相声这门传统艺术重新火了过来。 如今提起相声,怕是没有人不知道德云社。 如今的德云社培养了众多优秀徒弟。 虽然主流方面一直不太认可德云社,郭德纲也一直遭到同行抵制。 在不久前,主流主办的飞翼相声大会中, 就没有邀请目前相声界最火的郭德纲, 就连有些主流方面的人都看不下去他们的行为。 在网上对他们进行批评。 施圣节的土地刘伟是体制内的相声演员。 他指出,这次的飞翼相声大会完全是老名商财。 有一些是老相声演员, 借着官方的名头一起聚会的行为, 对相声的宣传起不到一点作用。 其实刘伟说的话也不无道理, 既然是宣传相声演出, 却跑到深圳这个南方城市, 而不到更受大众欢迎的地方演出。 难道是害怕自己演出没有人来看吗? 即使是这样, 也不愿意邀请德云社。 德云社的演出一直都是一票难求, 可是不管德云社有多优秀, 也得不到主流的认可。 江坤就算是扶持公式相声, 可是也没有太好的效果。 学习相声还是要按照传统方法来, 毕竟这是一门更加看重天赋的艺术。 走捷径是走不长的。 好了,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, 欢迎留言评论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